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來到會員看中國 我是甘露 老鳳翔的桌子啊 空心的 焊接面裂開了 發現裡頭灌的是泥土 今年3月 一位消費者發現從中國知名珠寶品牌老鳳翔買到的黃金手鐲中 摻了泥土 隨後他去金店找商家理論 我不衝動 我已經跟你說了 桌子裡頭是空心的啊 我掏的是黃金的價錢 買的是泥土啊 但是金店不給處理 讓他換一個 還讓他貼公費和折就費 很久以來 就一直傳說中國大陸的黃金 白金普遍摻甲造假 但是出了問題 商家基本都是一味的推脫 並未受到任何處罰 而應該承擔監管責任的相關政府部門也從不作為 最近 中共喉舌央視卻突然主動曝光了黃金摻甲的新聞 幾乎涵蓋了中國所有的一線知名品牌 這次事件的起因是今年9月份的時候 河南省新鎮市的一名女士在去年購買了一件價值2萬元的純金手鐲 在店鋪保養時發現 這件鐲子竟然只有20克 許當初購買時35克的重量相差甚遠 這位女士表示 她是在2023年情人節那天 在周大深珠寶的龍湖鎮風店購買了這件金手鐲 鐲子一直戴在她的手腕上 從未離手 直到前不久 這位女士想要對手鐲進行保養和清洗 當店員告知她 這件鐲子上只有999的標示 卻沒有任何品牌的剛硬時 她立刻感到事情有些不對勁 隨後 店員又測量了鐲子的重量 結果令她不敢相信 當初的35克竟然只剩下了20克 網友們普遍認為顧客在買手鐲的時候就被調包了 事件一經曝光 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 因為這家周大深 已不是首次被曝光 此前已經被多次爆出存在重大質量問題 但是中共官方一直沒有進行任何處理 而這次中共央視報導的黃金質量問題 只是正式承認中國的24K黃金中 參數了金屬萊 並沒有對其他問題進行回應 比如那位女士買到的手鐲 為什麼會少了十幾克 報導中稱 萊的密度和黃金非常接近 融點高於黃金 質地堅硬 耐磨 耐腐蝕 所以參數來的黃金用壽險根本無法分辨 用水調法測不出 普通儀器也測定不出真假 只有切開或者層層錯開再用精密儀器才能鑑定 來的價格只有十幾元人民幣每克 而黃金價格現在已經突破600元 黃金的高價促使不良商家進行黃金參假 中共央視似乎想要告訴民眾 這是因為造假的技術太先進了 當局也是剛剛瞭解到這種情況 並及時向百姓通報了 可事實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再看一些案例 女營業員說 退不了 你就等著試試 你愛上哪告 就上哪告 女顧客說 我花了一萬七 買了一根鐵絲圈 本來是衝著這麼知名的品牌老鳳翔才來買 誰知道 買了一個假貨 這是2022年發生在老鳳翔的一幕 這位楊女士帶著買到的假手鐲到門店去討說法 營業員卻囂張地叫道 隨便你怎麼告 只要能告的贏 金店都能免費送給你 多次協商無果後 無助的楊女士找到媒體尋求幫助 楊女士表示 兩年前她下了血本 買了這支店員口中的千足金手鐲 這之後 她走進房友 她都會戴著這支金手鐲 最近金價大漲 楊女士估算了一下 這支手鐲至少漲了幾千塊錢 於是便想著換個更大的 隨後 楊女士就帶著手鐲來到另一家門店 提出想要以救換星 很快 門店隊手鐲進行了鑑定 然而 最終的鑑定結果卻讓楊女士怒火中燒 售貨員用火一燒 那個手鐲卻出現了變黑 見此情景 檢驗師傅表示 黃金浴火燒變黑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黃金的含金量太低 裡面混著太多雜誌 另一種就是金手鐲只是表面杜了一層金 從鐲子的表面看 顯然更像是後者 這下 楊女士又氣又恨 隨後便拿著手鐲找到店家討說法 並要求金店假一賠三 可令她沒想到的是 這麼大的金店 不僅不承認自己賣假貨 就連售後的服務態度都是出奇的差 營業員一直說 你可以去告我 你可以隨便告 她那個老鳳翔 也不知道是什麼後台 怎麼那麼硬 見店家 拒不承認售假 還認為是楊女士在無視生非 為了還自己清白 楊女士又找了專門人士 當著店員的面鑑定了一片手鐲 用火燒了幾次 還是發現手鐲發黑 很快出現斷裂 最後檢測出來 本來應該是999的足晶 最後測出含量是78% 與宣傳的99.9%相差很遠 面對這個結果 店員也不再嘴硬淡定地表示 既然都買到假貨 那你就再挑一個吧 相中了哪個 多退少補就是了 楊女士表示 對這家店早已失去了信任 在這個案例中 楊女士通過火燒方法 檢測出了黃金手鐲的質量問題 可是真金不怕火煉這個說法 現在可能在中國已經不起作用了 請看下一個案例 這一個是周大森珠寶店 女顧客表示 小女兒睡覺的時候 我給她拿下來的時候 發現這裡面變白了 女記者說 這一共帶了幾個小時啊 女顧客說 一共不到6個小時 女記者又問 那這個白的現象是怎麼出現的呢 女顧客表示 我也不知道 據周女士說 當天自己帶著女兒在商場吃飯 走到樓下看到周大森珠寶的門店 便想著給女兒買一對桌子戴 當時店員介紹的是千足晶桌子 周女士也沒有多想 買完就給女兒戴上了 心想 周大森這麼大一個珠寶店 還不至於賣假貨吧 誰知晚上到家後 周女士準備把女兒的桌子取下來睡覺時 卻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 手鐲上有一處已經褪色 變成白的 周女士看著這新買的褪色手鐲 又看了看自己戴了兩年從未褪色的手鐲 不禁陷入了沉思 難道自己買到假珠寶了 帶著這個疑問 周女士第二天帶著記者前往周大森珠寶店 希望能夠討要一個說法 營業員卻說 這沒有什麼問題 女店員稱 因為這個金的屬性就是越唇越容易被腐蝕 女顧客說 那我手上的手鐲戴兩年了 從來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那意思是我手上這個不唇了 只有你們周大森這麼唇 看著褪色的手鐲 店員堅稱這都是正常現象 面對這樣敷衍的說法 周女士非常生氣 看到周女士情緒有些激動 店員又換了一個說法 稱金的屬性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碰到含有拱的重金屬 它會發白 越唇越容易被腐蝕 女顧客表示 我的女兒還不到兩歲半 我會讓她摸水銀嗎 女店員稱 不一定是水銀 有時候咱用的護膚品 護手霜 如果有超標的重金屬 它就會腐蝕金子 面對這個說法 周女士當然很難接受 這時店員又說 現在可以當著記者的面 現場驗一下 如果燒完後它還是白的 那就是我們的問題 你想要怎麼賠都行 如果燒完後是黃的 那就說明不是我們的質量問題 真驚不怕火鍊嘛 然後工作人員當著周女士的面 在鐲子發白的地方燒了一下 手鐲竟很快地恢復了原狀 看到買的並不是假貨 周女士也終於把心放下來 相信了店員的說法 店員也在一旁表示 如果還有啥疑問的話 可以去鑑定一下 他們保證假一賠食 然而 就當小周他們準備離開時 又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故 這時 不知道從哪裡衝出來幾個人 還自稱是周大聲老闆 一上來二話不說 直接搶奪攝像機 其中一名紅衣女子 更是直接去砸話筒 態度十分的蠻橫 這突如其來的一幕 讓周女士和記者都猛了 自己沒有索賠 也沒有惡語相向 事情明明都已經解決了 怎麼又撐出來這些人 這群人說 周女士就是來找事 敲詐勒索的 商品出現問題 找售後服務就算找事了 難道老闆心虛了嗎 看到這裡 我想大家應該明白了 現在用表面的火燒法 已經無法鑑定黃金的橙色真偽 黃金造假的科技 已經升級換代了 但是假的總歸是假的 如果那位周女士和記者帶著採訪錄像回去 周大聲女電員黃金越唇越容易腐蝕的可笑說法 和火燒後手鐲白色變黃的畫面 就會成為周大聲黃金造假的證據 那麼 為什麼會出現手鐲發白的部分 火燒後變黃呢 我們再看一段視頻 男子表示 時尚最成功的騙局 假黃金騙局 用吸鐵石吸不住 放入水中也是秒成底 用錯刀把它切開和黃金一樣 還是呈現裡外一樣金黃色 沒有如何改變 都說真金不怕火煉 1300度高溫現場燒 也是呈現火燒不掉色 不起皮不發黑 這種材質不是黃金 卻具備黃金的很多特性 所以有很多不良商家把這種材質的手勢 當作黃金來賣 這種材料做成的手勢只有幾塊錢人民幣一克 燒完之後放入水中冷卻 可以清楚地看到顏色外觀沒有任何改變 還是通體金黃色 同樣 我們用熔爐把它融化成液體 也是呈現金黃色 這種材質做成的手勢在我們工廠很便宜 我們這裡不能和大家再詳細探討這種東西 到底是什麼 只能告訴大家 在中國的金店裡 很可能買到這種不怕火煉的假黃金 周大聲用的 很可能是這種東西 中共央視曝光了韓萊黃金之後 網友整理出16家被曝光黃金參甲的珠寶商 他們是周大聲 中國黃金 中國珠寶 中國金店 金六福 老鳳翔 周大福 亞裔金店 橫元祥 上海老鳳翔 中國銀樓 名牌珠寶 曹洪基 戴利爾 周大金 當前中國最知名的一線品牌都在其中 大陸網友一片嘩然 很多人急了 說要趕快去家裡把所有的黃金飾品拿去鑑定 與此同時 熟悉的一幕開始了 中共的很多專家 學者開始出來闢謠 說沒有那麼多的商家出問題 還建議大家去正規的 知名的品牌店去買黃金 然後又出現了一些誤導民眾的鑑定黃金的方法 各種真假難辨 混淆視聽的訊息層出不窮 我們為大家例舉網路上一個 訪問量很大的誤導性鑑定方法 希望大家在購買黃金時不要輕信和上當 男子稱 寒來的黃金在家怎麼檢測 一招教你解決 很簡單 不用火燒 不用吊水 因為寒來的黃金 火燒不變色 密度又和黃金相似 所以吊水法測密度也很難區分 你只要準備一塊不鏽鋼就能解決 大家屋裡總有不鏽鋼碗吧 這是一根足晶的晶條 這是一個寒來的黃金戒指 是我們回收到的 首先 從外觀上看不出什麼區別 我們拿一塊不鏽鋼 先拿足晶在上面摩擦 你會發現 無論你用多大力氣 不鏽鋼上面是無法留下痕跡的 因為足晶太軟了 刮不動 我們再換寒來的戒指試一試 看到沒 你隨便刮兩下就已經有划痕了 從剛才的實驗大家可以看出 足晶是刮不動不鏽鋼的 因為足晶太軟了 但是如果你在足晶裡隨便摻點其他金屬 即便加的很少 也會提升它的硬度 這個人的說法很有欺騙性 黃金確實是划不動不鏽鋼 但是現在寒來的黃金 都不是均勻分布的材質 尤其是寒來的晶條 晶塊 它表面一層就是足晶非常軟 越到中心部分 寒來比例越高 所以它這樣的方法 不但檢測不了真正價值很高的 大塊黃金產品 還會誤導消費者 等於是在替現在那些 身敗名列的黃金商家做掩護 下面另一位網友說的是同樣道理 但是動機和效果完全不同 注意 你手上的黃金可能是假的 最近市面上出現了很多寒來的黃金手勢 不僅通過常規的檢測方法 檢測不出來 哪怕是過測經儀 它也檢測不出來 火燒 吊水都和正常的足晶一模一樣 因此 不少回收黃金的同行都中了招 損失慘重 但是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今天我給大夥製兩招 讓你一眼就能夠辨別真假黃金 像這個是正常的黃金 也是實心的 但是我只要輕輕的一擰 就可以擰得動 輕輕擰就擰成了麻花一樣 但是寒來的黃金就是擰不動 很硬很硬 第二個方法就是我們把它融化了之後 再觀察它的橫切面 像這個是正常的鉛足晶 它的橫切面非常的光滑 哪怕是掰開的地方 也是非常的細膩 這個是假的 含來的黃金 剪開的地方有很強的顆粒感 然後掰開的地方有這種蜂窩狀 這個就是假黃金 這位網友提供的鑑定方法 雖然不能保證百分百的有效 但是要準確的多 那麼 中共當局為什麼在此時 大面積披露黃金搶甲的現象呢 首先 中國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 利用黃金質疑進行融資詐騙 早已有之 2020年 中國曾爆出武漢金黃實業 百噸假黃金的驚天大案 當時的涉案金額達250多億 幾位曾深度介入該案的紅三代披露說 露媒曝光的武漢金黃老闆賈智宏 只不過是替罪羔羊 明暗真相是有中共高層背景的人 從銀行金庫中偷走百億黃金 真正的幕後黑手 早在東窗事發錢就已經將真黃金 從武漢銀行的金庫中調包 並動用了黑白兩道的龐大勢力 將這筆黃金運輸到香港 最後由香港的黑社會和中共地下勢力 直接分銷給中國大陸之外的買家 而被調包的這些假黃金就是由被曝光的這16家 知名商家去消化處理 最後就是流入市場 由人民來承擔 其次 是以前黃金飾品流通回收 都是很少量的變現或者依舊換新個案 即使小範圍出現問題 也沒有太大影響 中共都會用維穩銷聲的方法去處理 但是近年來經濟持續低迷 造成很多百姓的生活變得困難 而黃金價格又連續突破歷史高位 不少百姓開始變賣黃金飾品 甚至賣出大件的金條金塊 這樣商家長期造假的問題就開始密集爆發了 而不斷爆出的黃金造假案 就讓更多的消費者心生疑慮 越來越多的人去檢驗自己的黃金飾品 這樣的疊加效應 終於引爆了掩蓋多年的黃金造假大案 中共無法繼續掩蓋已經爆發的大規模暴雷 就只能邊公開邊維穩了 其次 武漢金黃的百噸黃金案也只是冰山一角 早在2010年就曾發生中國黃金集團出售假黃金的事件 當年 沈先生在中國黃金集團專櫃購買了黃金產品 隨即將其放在銀行保管 兩年後 他取出元寶金時發現上面出現紅斑 底部還生鏽了 對此事件 中國黃金集團營銷公司12日發表聲明 就此事給沈先生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 但都被沈先生拒絕 沈先生稱 當時中國黃金的一名工作人員 曾提出回購 被他拒絕 我要的是一個說法 為什麼黃金會生鏽 事件的後續沒有了下文 不了了之 我們相信 沈先生不會得到任何說法 因為中共國的這些央企背景的黃金公司 都是中共頂層高官的掠財工具 一旦他們出現問題 他們唯一會做的就是消滅證據 所以沈先生如果真的得到了真實的說法 可能得以命去換 節目的最後為大家帶來一則最新爆出的奇葩消息 近日 深圳梧桐山頂上刻有 蓬城第一封字樣的巨石被發現 內部竟是磚漆程的 引發網民嘩然 網民質疑 這樣的假東西全國還有多少 梧桐山是深圳的著名旅遊景點 主峰海拔943.7米 是深圳最高峰 因此有蓬城第一封的美誼 每年吸引大批遊客前往觀光 峰頂的巨石更成為深圳的地標 是遊客必經的熱門打卡點 巨石上還刻有蓬城第一封的字樣 但令許多人沒有想到的是 這塊巨石最近被發現 居然是塊假石頭 現在的中共國 從衣食住行 各個行業到學術 科技 經濟 數據 各個領域 整個社會從上到下 無處不假 近年來 各種奇異的造假事件 不斷刷新人們的認知極限 越來越多的人都在問 連黃金都能假 山分都能假 還有什麼能是真的 好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贊留言並轉發 也一定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